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财富工具,作者刘成,是北京牧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具有超过10年的投资经验,对于证券市场的收益,风险特征及其不对称性有深刻见解,作者认为建立完善的投资体系,掌握丰富的投资工具是一个合格投资者的必备素质。 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在投资时,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条真理。 但要做好投资,首先要学会的是,就是明白收益和风险并不总是对称的。 本书的目的是传递给读者一套足够高的投资策略,以帮助读者用简单的操作,践行朴素的投资哲学。 债券基金五种投资工具,而且这套投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以可转债为核心的资产包。 从工具的属性上说,股票和指数基金是偏重于积累财富的工具,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是偏重于铸藏财富的工具,而可转债既是积累财富的工具,又是铸藏财富的工具。 从工具的特征上说,股票和指数基金的波动大,进攻性强,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波动小,防御性强,而可转债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投资工具。 作者认为,遇见未来的水晶球只是童话故事里的痴人说梦,投资者需要掌握的是应对未来的工具箱。 来看第一部分,投资原理。 作者认为,能帮人赚钱的只能是长期投资,短期资金的作用是让我们安稳,顺利地度过未来一段时间生活,所以不要追求高收益。 短期资金的数额通常不会太大,拿去投资即便赚了钱也改变不了生活状况。 它每年的收益是3%还是6%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资金安全。 那么,怎么进行短期资金管理呢? 作者说,通常把三年之内可能会花的钱看作短期资金,把三年之内绝对不会花的钱看作长期资金。 作者认为,短期资金,你只能投到那些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东西上,因此针对短期资金。 这本书介绍了两种投资工具,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 货币基金每年的收益通常会比一年期的定期存款高一点点,同时它的流动性极好,随时可以取用。 不用像定期存款那样锁死一年。 作者买货币基金一般习惯买场内交易型的货币基金。 场内交易型的意思是能用证券账户直接买卖。 交易时间内随时可以买入和卖出,需要用钱的话,卖出之后下一个交易日就能取现。 买货币基金时,作者一般会分散买入规模最大的三个。 在这里作者建议,如果你的资金一年之内要用,那么你可以放到货币基金里面。 作者说,超过一年但短于三年的资金,可以放到货币类,也可以考虑放在债券类。 债券类的品类其实也很丰富,但作者只推荐一种,债券基金。 如果你不是一名职业投资者,不建议直接去购买债券。 债券基金分为纯债型债券基金和混合型债券基金,作者建议只买纯债型。 因为混合型债券基金中的一小部分资金会用于购买股票,这会提升风险,放大波动。 当然,无论是买货币基金还是债券基金,都应该注意要分散购买。 既然这两种基金很安全,那为什么还要分散投资呢? 作者说,作为一个投资者,分散投资应该是你深入血液和骨髓中的习惯。 同样,你也不应该把所有的钱存入同一家银行,不该把所有的房子买在同一个城区,你甚至不应该把所有的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请记住,在你认为足够安全的东西上分散投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比如,你去参加一个投注游戏,每次投注的胜率都是90%,你会怎么办? 是分散投注,还是集中投注呢? 如果你是集中投注,每次都压上全部资金,用不了多久,只要碰上一次小概率失败,你就会丢掉所有资金。 但如果你把资金分成10个等份,每次只投注资金的10%,到最后按照概率,你就会大获全胜。 而投资也一样,如果你每次都把全部资产压在一个最看好的对象上,短期来看也许能有高收益,但一旦遇到一个小概率的错误,就会把之前的积累全部清零。 所以在投资中,分散是必须要做的。 那你可能会说了,我们没有精力去了解太多行业,分析太多公司,所以只能重点研究,集中投资。 但是作者认为,对于99%的投资者而言,分析公司是没用的,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比如2011年,作者从各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某头部企业在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地位和发展前景,并且对分析的结果自信满满。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五年之后,这家公司因为意外并购,发生了重大股权变动,管理团队重组,严重影响了业绩。 所以作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公司对投资几乎没用,而是分散下主,实现大概率的平均胜利。 也就是买入被低估的股票,那么什么是被低估的股票呢? 假设你是一位商人,拥有一家金铺,店里所有的金银饰品加在一起,价值1000万元,并且,这家店每年能赚100万元的利润。 试问,这家店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到多少钱? 答案是正常情况下,它能卖1000万元到1500万元。 因为店里的金银饰品就值1000万元,为什么能卖到1500万元呢? 因为它每年能赚100万元的利润,也就是对买方来说,用1500万元的资本每年赚100万元,回报率是6.7%,是比较合算的。 但无论如何,在现实中,这家店不会以500万元卖给你,你也不可能以5000万元把它卖给别人。 那样的话,这家企业的价值就被低估或高估了。 但是,在证券市场上,你会发现,企业的股票价格被低估或高估市场有的是,为什么呢? 作者提到三点,投资者的偏见,基金经理的激励扭曲和投资杠杆的使用,会让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那么,怎么衡量被低估或高估的股票呢? 作者提到了两个指标,一个是市盈率,一个是市净率。 比如问问自己,如果你经营一家企业,每年能赚多少钱? 然后再用企业的市场价格除以每年的盈利,结果就是市盈率。 比如,一家金铺每年赚一百万元,你花一千万元买下它,市盈率就是十倍。 问问自己,如果你不想干了,把这家企业卖出去大概能收多少钱,也就是它的净资产是多少。 再用企业的市场价格除以净资产,结果就是市净率。 比如,店里的金银首饰值一千万元,这就是净资产,你把这家店卖了一千万元,市净率就是一倍。 很显然,市盈率或市净率越高,被高估的可能性就越大。 比如,有人用五千万元买下这家店,市净率是五倍,这就被高估了。 而如果有人用五百万元买下这家店,市净率是0.5倍,这就是被低估了。 同样的道理,在证券市场上,一家公司的市盈率或市净率越高,被高估的可能性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相反,市盈率或市净率越低,被低估的可能性越大,机会就越大。 当股市的整体市盈率低于10倍时,就意味着有系统性的投资机会,如果超过20倍,就意味着系统性的投资风险。 或者从市净率的角度看,整体市净率是一倍左右,就意味着系统性的机会,超过两倍,就意味着系统性的风险。 作者做过这样一个估算,从2000年到2019年,上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5.61%,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一个人一直持有市盈率和市净率最低的200只股票,收益率分别是10.15%和9.19%,远远领先指数。 相反,如果持有市盈率和市净率最高的200只股票,年化收益率分别是-1.19%和1.78%,远远落后于指数。 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市盈率和市净率的高低,来判断应该买入还是卖出股票,即便只买不卖,也可以通过持有市盈率和市净率更低的股票组合,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 再来看第二部分,极简股票投资法。 市盈率和市净率低的股票能够长期跑赢市场,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散买入这些被低估的股票。 在书中,作者提供了粗选和精选两套方案。 所谓粗选,就是首先把你用于投资股票的资金,平均分成200等份。 假定你要投资的是A股,那么第一步,你要把A股市场中所有的股票都找出来,然后按照市盈率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第二步,买入市盈率最低的100只股票,注意要剔除掉市盈率为负的公司,市盈率为负代表公司再亏损。 第三步,把所有股票按照市净率从低到高再排序一次。 第四步,买入市盈率最低的100只股票,注意要剔除掉市盈率为负的公司,市盈率为负代表公司已经是负资产了。 就这么简单,经过以上四个步骤,你便能得到一个低估值的投资组合。 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每三个月重新做一次筛选,让新组合替代就组合。 精选的原则是,更加集中地买入那些市盈率、市盈率双低的公司。 当然,这里说的集中,只是相比于上面那100多只股票而言,精选之后,还是会有30只,依然是分散的。 精选的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步,先把所有上市公司中净资产小于100亿的公司全部剔除,因为通常来说,越大的公司生存能力越强,出现恶性财务造假的可能性也更小。 精选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每一只股票的安全性。 第二步,把所有股票按照市盈率由低到高排序,保留市盈率最低的100只,剩下的全部剔除。 第三步,把这100只股票按照市盈率由低到高的方式排序,等比例买入排名前30的股票。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每一个行业的股票,最多只能买5只,如果单个行业已经买够了5只,就直接把列表中同行业的其他股票屏蔽。 也就是说,我们的30只股票,至少要分配到6个不同的行业当中。 精选出的30只股票,同样也要每三个月重新筛选一次,定期用新组合替换就组合。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选择,买指数基金。 所谓指数基金,是按股市指数的构成来建立的投资组合。 买指数基金相当于买市场上主要的股票。 指数基金和股票一样,可以用市盈率、市净率来估值。 他们的买卖时机也一样,在市场整体市净率小于等于一倍的时候可以买入,在它大于等于两倍的时候卖出,这样就实现了低买高卖的投资准则。 市盈率和市净率是两个相似的指标,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作者主要看的是市净率。 因为市盈率测算的基础是企业利润,而市净率算的是企业净资产。 相比之下,企业利润比净资产更容易波动,所以作者认为,市净率是比市盈率更可靠的评估标准。 除了指数基金,可转债是更好的投资工具,它是可以在股票和债券之间转换的资产。 可转债是一种稳中取胜的投资工具。 因为它能在提供收益的同时,有极好的防御性。 如果再加上分散投资的原则,可转债几乎没有犯致命错误的机会,反而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可转债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一种特殊债券,持有人可以决定是否用特定的价格把它转换成股票。 于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转成股票,获得股票上涨带来的收益。 如果股票下跌,你可以不把它转成股票,不承担股票下跌带来的损失。 这就是可转债的上部封顶,下有保底的特性。 比如,中国内地市场发行的可转债面值都是100元,发行以后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自由交易。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只可转债面值是100元,并且按合同规定,它可以按每股5元的转股价,换成20股股票。 同时假设,这只股票的市场价格也是5元。 接下来,如果这只股票从5元涨到10元,那么每张可转债对应的股票价值就是20乘以10等于200元。 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换成价值200元的股票,或者不换,可转债的价格也会涨到200元左右。 反过来,假设股票从5元跌到了2元,你可以决定不把可转债换成股票,一直保留着。 假设它是三年到期,那时候你会拿回100元的本金加上三年的利息,不但不亏钱,还能赚一点利息。 其次,发行可转债的公司可以用灵活手段来维护买家的利益。 刚才说到这张面值100元的可转债,可以换成20股股票,转股价是每股5元,但这股票可能下跌到2元,这样的话,它对应股票价值就是2乘以20股等于40元,而最初的面值是100元,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可转债的公司有一个权利,就是下调转股价,把转股价从5元调整到2元,让它可以兑换50股股票,这样它对应的股票价值又回到了100元。 更重要的是,当转股价下调到2元以后,未来只要股价上涨,比如从2元涨到4元,那么4乘以50股等于200元,可转债的价值就能涨到200元。 最终的结果是,股票价格从5元变成4元,下跌了20%,但由于公司下调转股价,可转债的价值却翻了一番。 那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发行方的利益和持有人的利益高度一致。 发行可转债的公司大多希望持有人把债转成股,这样它才能实现股权融资。 并且从实际情况看,历史上发行并且已经到期的可转债中,超过95%都转成了股票。 所以,如果它不这么做,可转债对应的股票价值低于100元,持有人就不会把它转成股票。 只有让可转债对应的股票价值不低于100元,持有人才愿意把它换成股票。 另外,要知道上市公司不光有能力帮持有可转债的人债转股,它还有能力促使你债转股。 为什么呢? 因为可转债的发行通常有一个重要的提前赎回条款,它会规定,如果公司股票在一段时间内高出转股价30%以上,公司就有权利按票面价格赎回可转债。 换句话说,如果发行方想要让你把面值100元的可转债换成股票,他就会想办法让可转债涨到130元以上,这是可转债能够涨价的一个重要动因。 作者认为,可转债是他使用过的投资工具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那么可转债有没有风险呢? 还是有的,那就是到期之后出现违约,可转债不能兑现。 尽管这种风险很小,它在中国内地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但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 因此作者强调,即便对可转债,也要分散投资。 他对投资可转债提出了三条原则。 第一,在可转债价格低于面值100元的时候买入,并且购买每只可转债的金额不超过总投资的5%,保证分散投资。 第二,在可转债的发行方发出提前赎回公告后,立刻卖出可转债。 第三,购买可转债的资金期限,要和可转债的到期时间相对应。 比如可转债还有两年到期,可以用两年之内用不上的资金买入,这样在最坏情况下,也可以等它到期以后兑付本金和利息。 比如,2011年,作者以94元的价格购买某银行的可转债。 2015年以174元价格卖出,历时三年多,总收益率是84.2%,年化收益率是20.68%。 2013年以102元的价格购买某保险公司的可转债。 2014年以152元卖出,用11年,收益率是49%. 2018年以95元的价格购买某传媒公司的可转债。 2019年以132元卖出,历时10个月,年化收益率为48%。 当然,对于投资来说,是一定要慎重的。 我们在实际投资中要灵活运用,不要生搬硬套,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与时俱进。 好了,这本财富工具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